所以有时候 专业我觉得最重要 因为你说真的 你靠人 其实人还是会倒 还是会跑 靠自己专业 反正没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怎么解这个地方的题目 第一个我要是牵刮虎 所以如果你要做公式的话 你先不要用B2 因为B2里面有刮虎 所以你要先用B3 因为这边才有刮虎 我们第一步要先找牵刮虎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分阶段来做 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插入寻找函数 文字里面的Find函数 Find在这边 Find的话 它总共会需要一个 两个三个参数 按确定 Find什么呢 它会什么 Find Tesser Find Tesser With In Find Tesser应该什么 插钱刮虎 所以我就给它钱刮虎 然后移开之后 你会自动帮你加那个签货赚以后 OK 这会自己加 那With In的话应该是什么 猜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With In 在哪里吧 在这里 告诉他 在这边 当然如果你假设 因为他有些那个模拟两可 如果做错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底下的 Return出来的结果是3 那看一下1 2 3 没错 那就应该公司的OK正确 STAR NUMBER 应该顾名C 从哪个字开始 如果预设值的话 应该从第一个字开始 那我们就不改 OK 那我们就做出来 第三个字按确定 可是问题这不是我们要的结果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 前刮虎后刮 应该是MID函数 所以再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再插入那个MID函数 MID 之前有用过 MID 按确定 三个 第一个 从哪个 资料从哪边 TESOL 在这里 STAR NUMBER 的话 贴上刚刚的公式 第三个字 他问题我要讲 1 2 3 应该第四个字 所以什么 加1 第四个字开始 帮我呢 那 NUMBER CHAP是几个字 后刮我的位置 所以把这个刚刚的公式再贴 把他这边的前刮虎 改成后刮虎 然后再减掉前刮虎的位置 因为我是 STAR NUMBER是加1的 所以必须多一个位置 所以再减掉1 这样子你会发现 最后就是第三结果 看结果OK 那就没问题 按确定 那我们把他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没有刮虎的 会有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只要你看到警字号开头的 就是所谓的ARROR MESSAGE 就是错误讯息 错误讯息后面呢 会带一个叙述 value 错在哪里 错在值 意思是什么 你给我错误的资料 那主要是 但是这个file函数 如果你要找的前刮虎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会出现true了 OK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不需要他出现 所以最后你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可以再把这个公式解下 那再插入第三个 第三个函数 叫逻辑 里面的ifl OK 那这个ifl 其实如果 l就是刚刚挤字号那个东西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那个 有几字号的东西 你如果不想要让它出现的话 那就用这个就对了 有没有像什么 常见像 几什么 有没有 几value 几na 有没有 not available 几ref 有没有 ref就是reference 还有几什么 对啊 那我是建议啊 如果你的四算表上面有这东西 你就通过这个ifl把它顾虑掉 不要一直让我们看到说这些 像我发现之前有同学问的问题 我发现上面好多这些东西 他都没有把它弄掉 OK 这样看起来不美观 就有时候会觉得想要把它弄掉 那你可以什么 用iflare按确定 把刚刚的公式解下之后 贴到value上面就可以了 不帮按等号 所以刚刚这一串 不帮按等号 那再来的话呢 value iflare 你只要怎么 如果有错误的话 帮我清除掉 清除的话呢 应该输入什么 没有 没有东西不是清除 没有字 没有字应该怎么 清除 VPA里面有没有 两个双引号 有没有 这个就清除 OK 所以你不能保持空 保持空 他等于他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你就放个空字串 那表示说呢 如果有这个出现 他就帮你把这个给清掉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他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丢这个东西到这里面来 那表示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就是清除掉的意思 所以有把它向下填满 向上填满 那就OK了 就做出来了 但是这个只是第一阶段 那已经很繁琐了 假设你做完一次 下一次还在做 其实太浪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办法 让他做一次 下一次用执行VPA按钮就好 所以待会请各位 再做几个VPA的延伸 当然我们录制聚集部分 我们就不练习 因为录制聚集就差不多了 而且录下来的东西说真的 如果有些东西要变 你可能要再重新录制 但是VPA好处是说呢 你可以写完之后 你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做量身定做 你就不用这样录制聚集 每次都要重录重录 OK 然后我们需要做什么 第一个 请你先写一个按钮 一个Sub 做什么呢 就是把公式 帮我丢到里面去 并且做执行 第二个的话就清除 就是复习 刚刚动作把它清除 第三个就重点 不是丢公式 是在VPA里面做完 再把结果丢过来 就是刚刚的那个部分 然后呢 再产生一个什么 函数 Function 这个Function很简单 就是跟他讲说 你给我参赛者资料 他就给你了 如果有瓜糊 就自动给瓜糊的东西 如果没有瓜糊 就保持原来空白 对不对 如果这个蛮好的 以后你又这样事情又搞定了 其实也蛮 蛮棒的 如果你每个工作里面 都会有个对应的函数的话 那做起来其实是很快乐的这件事情 但是 问题是这个 通常是不会有人帮你写 我想你们公司IT人员 不见得会写这东西 所以如果你自己会写的话 甚至我之前有遇过同学说 甚至他会写 甚至他们IT人员还跟他请教 OK 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也就是把之前的那个范例 的重点就带到这边来 然后再做个演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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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